台中有民众行驶在太平的永城北路上 发现了一辆公车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 司机已经看到红灯了 但他不但没有停车还加速硬闯 根本是不顾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客运业者表示违规属实的话将会寄过 并且扣司机的服务奖金 行车介入器拍下公车违规跨越双黄线 接着硬闯红灯 再看一次号制已经变成红灯 司机还加速谋踩油门通过路口 还好要左转的机车起步速度不快 赶紧刹车 非常非常危险 他如果这样闯红灯的话 可能就非常不应该 而且真的 那个选项还生 真的超危险 这就发生在台中太平 永城北路这个梯子路口 这边的马路双向各一线非常窄 整条路画有双黄线 当时是早上七点多 正值上班上课尖峰时刻 公车上看起来没有乘客 但司机疑似赶时间 不顾用路人安全闯红灯 而且车速也很快 在公司来讲 我们从人该寄过 我们都寄过 减怕他的安全服务奖 只有减怕他的安全服务奖 目前本所尚未接获检局 该公车行驶过程 有跨越双黄线 及闯红灯情室 危险行径 全都路 司机已经违规 幸好其他庸路人 有在注意路况 没有在绿灯一亮 就马上冲出去 及时避免车祸发生 叫潘喜洪杰明 台中报导 毕竟